这一篇跟大家介绍的是如何更改使用者名称 现在介绍的是MAKE的基础教学 所以这一篇只介绍简单的更改全名的方法 进阶的更改个人专属目录名称 会在其他篇教学介绍 首先打开系统编号设定 选择使用者与群组 点选一下要更改的使用者002 现在全名这个栏位名字是002 我现在改为Apple 按下Enter 左边使用者已经从002改为Apple了 这边要注意一下 更改全名时 英文大小姐在开机或者需要输入账号时 是没有差别的 但是英文或数字间的空格就有差异 比如说一个空格和两个空格 在输入时必须要一样 举例来说 如果我将账号改为Apple001 中间是空一格 在开机时或需要输入账号时 如果空两格或没空格 会将此账号视为不同账号 所以账号一定要记清楚 管理好账号密码 可以增加你的个人话案安全性 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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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